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把星大观众来观战一把卡梦老师 前锋,欢老师怎么的?幸运没选人吗? 欢老师打幸运也不是没见过,看一下吧 这道阵容爱哭鬼,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能抓人,然后你们来打架呢,我可以滚雪球 这边上来追卡梦的前锋吗?子火是已经出来,这东西到 前锋这边单弹,但这道阵容应该前锋是个薄命 前锋是个薄命,魔术是个薄命 欢老师这边的话,双持一根针一把枪,子火压住 这边的话前锋提前拉球,脱离你子火的一个控制范围 然后进交互点,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这些前锋的话,或者说这些紧尖人王 在打爱哭鬼的时候,一旦火被压住交互点 其实他们都会利用自己的道具 或者说自己的一些飞轮什么的技能什么的 来脱离这一轮的控制 然后等到这一圈火过去了,再来通过这个交互 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牵制的时间能拉得更久 这边的话下一朵子火,看一下 前锋应该是再拉一波球了 这边的话子火压住,看前锋 这口子,怎么说 等,拉球,好的 就他可以看到,一旦到三点一线了 这边就拉球了,到三点一线就拉球了 以至于这边的话,真的没有太多的机会 魔术师这个位置 闪现过来追,拉火有了 一刀 我去 那好像这局感觉有点崩啊 要修掉三台 要修掉三台 因为他追的是一个 整套阵容当中修机最慢的一个人 现在再换抓 找这边的邮差 感觉有点来不及了 感觉有点来不及 因为这个时候呢,抓个前锋 至少你能不能掉一个薄命 你抓个邮差 等于说外面再留一个双薄命 那穷者这边两拨薄命一套机 其实差不多就好了 这边选择换抓一个点子 因为这边卡梦确实难抓 还有一点呢,就是 因为这个前锋所在的位置不好抓 选择过来找这边的邮差 头皮发麻 只能说头皮发麻 没机会 紫火上 来,镜头给到 这边的话 一个火没拉中 跟上来应该有一刀的机会 但是核心问题是 密码机已经压不住了 这个局前锋这台密码机 但凡修掉 应该就是一个穷者四人开门站了 拉火 秒 漂亮 可以 但前锋的机子 拦不住 前锋这边就是 对于前锋来讲 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 卡半 把人救下来 就可以了 香水 回 再补 再补你一刀 再补一刀的话 这个人能不能挂得上 打了两刀 前锋这边马机点掉 其实前锋都可以走 多大不了 不跟你玩了吧 我走了 这里的话 要把前锋留下 这个前锋得留 漂亮 机子是修掉了 那这样的话 魔术师过来救人 幸运而机子补掉以后去补魔术师机的机子 够了 怎么救 魔术师救前锋 前锋博命套博命 好吧 那火拉住 爱哭鬼 这边位置上面 没有人排到 那这样的话 再补一刀 这边把前锋捞下来 魔术师这边是要倒地的 又有火能不能把这边的前锋给秒了 两连子火在这边 无限旋转 漂亮 好的前锋二挂 邮差 这里可以选择去补机子 让这边的幸运而来救最后一波人 这轮打完以后 还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还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爱哭鬼这边的话 他得怎么样 他得打一个穷者救不下人来才行 华老师这边秒了才行 这里能秒掉吗 有没有火 邮差这边机子78 还要拖一拖 有把枪 但是这边底牌可以切金身 拉火 没能拉到 没有拉到 没办法了 没能拉到 没办法了 四人开门战了 这里带的还是个博命 博命幸运 前锋是个上挂 飞是个白板 爱哭鬼的话 似乎有机会能保皮 能量吗 能量直接亮了 这里应该是 快走 密码接点亮 四人全满状态 前锋接二楼 不愿意抓 不愿意抓的话 这边魔术师是个没上挂 且有分身 然后这边幸运而手里捏着一把枪 拉火加速 金身顶不顶 不顶 逼掉枪 那回身过来抓魔术师 邮差 这边贴门 魔术师这两个分身 可以玩好久 可以玩好久 这局感觉 其实打到 这局爱护鬼 只有两个 他其实是打得很好的 这边的话 我觉得是 我觉得其实卡梦 在那波 强行点灭马机上面 选择上面是亏的 他当时如果能提前拉开 不吃这两刀 我觉得这局 穷者会 更稳一点 但是这边一高人胆大 他这样选择打 从结果上来看没什么问题 从结果上来看没什么问题 但是过程当中还是经历了一些 经历了一些些的起伏的 然后爱护鬼的话 第一波机会是 魔术师那波 有可能会救不下人来 他第一轮如果位置判断对的话 有可能魔术师救不下来 那就直接赢了 还有一波机会 就是防住这边的 坏老师的救人 两波的话 机会是有 但是可能性都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我觉得爱护鬼尽力了 改道朋友们见一下 拜拜